令无数人津津乐道的大型历史剧康熙王朝中,刻画了千古一帝康熙的丰功伟绩。 而这些功绩,除了跟康熙本人的邪宁有很大的关系。 康熙身边的大臣,也做出了很大贡献。 由于清朝是满族所建立。 所以清朝的臣子,主要分为汉臣和满臣两种。 在康熙王朝中周培公跟姚启胜这两位汉臣毫无疑问是非常出色的。 周培公帮助康熙平定了由吴三贵引起的多方叛乱,保住了清朝。 而姚启胜则为康熙平定台湾出谋划策,推荐将领。 最终成功将台湾收复。 但是,同样是为清朝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两位汉臣。 但是其最终下场却截然不同。 周培公在平定吴三贵最后时刻,却被朝廷召回。 将这一份功劳,从周培公身上剥夺。 最后还把周培公派到奉天做官。 最终导致周培公病死在任上。 反观姚启胜。 他做事比周培公还要强势。 在为朝廷平台之时,多次对满族大臣无礼,还曾经设法要挟过朝廷。 但是姚启胜最终却得到善终。 平台之后,词官归家,还得到了康熙赏赐的一千多本古籍。 最终安度百年。 我认为,之所以姚启胜跟周培公最终下场不同,是有以下这几点原因造成的。 第一,两人为朝廷立功的时期不一样。 周培公为康熙平定叛乱,是在康熙十五年左右。 这时康熙亲政还未满十年。 在政治上还略显稚嫩。 比如在剧中,吴三桂的反叛很大程度,是被康熙撤三给逼出来的。 而且吴三桂还在准备谋反期间,把康熙忽悠的团团转。 康熙甚至因为此事有过退位的念头。 这时候的康熙在政治上和大局观上还不够成熟。 而且由于其亲政不久,在经过秦敖和平定吴三桂之后,对身边的汉臣不够信任。 没有将汉臣视为真正的心腹。 周培公是汉臣出身,而且为康熙效力时间较短。 虽然他为朝廷立下大功,但是也令康熙认为,他有功高带主的可能,会威胁到满族的统治。 再加上康熙最为信赖的满臣,也对周培公有些不满。 自然也会影响到康熙的态度。 所以,康熙剥夺了周培公平定吴三桂的功劳。 将这份功劳,转到了满臣涂海寿中。 平定吴三桂之后,天下太平。 但是康熙对周培公就不放心了。 干脆就把周培公贬到奉天作官。 让他远离朝廷政治中心。 这样就把周培公这个威胁消除了。 至于姚启盛,他为朝廷忙碌平台事务的时候,已经到了康熙二十年左右。 在剧中时间线隔得更长。 从平定吴三桂,到周培公去世。 隔了十一年这时候的康熙,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政治家。 他也意识到要保证清朝长盛不衰。 就绝对不能不重用汉塵。 毕竟天下汉民居多,但生人才的比例也很高。 如果不用汉塵,就等于自断必绑。 这一点其实康熙早就明白。 但是在用周培公时,康熙虽然明白道理,但是对汉塵还是有很深的戒心。 周培公手中还掌握住数十万大军,对康熙构成了威胁。 然而,等到姚启盛时期,康熙对汉塵的戒心明显小多了。 所以,康熙才会对姚启盛一再忍让。 因为他知道,姚启盛是站在国家大局上考虑的。 第一点说的有点多啊。 下面再来看看第二点原因。 第二,姚启盛要比周培公更懂得为官之道,也更会做人。 周培公在当官时,不过才二三十岁,有些年轻气盛,傲气冲天。 对于官场中的潜规则不懂,而且不屑于懂。 他只知道为国家效力,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。 身为汉塵的他,立下诸多功劳。 江索额图和明珠,这两位满足大臣置于何地? 他们二人便在暗中煽动手下党徒,一起暗中弹劾周培公。 虽然康熙知道这些攻击周培公的折子,是索额图和明珠暗中搞鬼。 但是在康熙看来,这么多的大臣和满足亲信,其重要性是远远大于周培公的。 更何况周培公手中握有二十多万兵马,还是个汉人,已经对康熙构成了威胁。 所以康熙要打住这个油头,把周培公这个威胁除掉。 至于姚启盛,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也是个非常狂妄的人。 他多次跟明珠所额图对助干,所作之事也都非常高调。 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,其实姚启盛在很多时候,尤其是对康熙时,多次将自己的锋芒盖住。 反而称赞康熙,说难听点就是拍马屁。 但是拍得很有水准,对待明珠跟索额图也是。 除非是真正影响国家大局之事,否则绝对不会轻易跟二人争辩。 就算事关国家,姚启盛选阻不行,也会趁机跟二人争吵,以此来摆脱自己的干系。 还有,姚启盛知道,身为皇帝最害怕就是手下大臣权力过大,尤其是兵权。 姚启盛身为福建总督,他向朝廷举荐的海军提督是施郎。 但是他跟施郎又经常不和,总是在一起争吵。 但是我总觉得,姚启盛是故意的。 他就是要让朝廷认为,自己这边文臣武将不和。 这样,朝廷才会觉得好控制。 要是文臣武将和睦,总管一省之地,手握二十万军队,朝廷恐怕时刻都会提防。 姚启盛本人在收复台湾之后,立下大功。 面见康熙时,康熙都说,以姚启盛的功劳,他想赏都不知道应该赏些什么。 事实上这句话是非常恐怖的,历史上有太多功高盖主的人,都是因为这个而死。 因为功劳太大,皇帝没有东西可以赏赐。 唯一有的只剩下皇位了。 因此,立下大功的有很多人都不得善终。 但是姚启盛在听完这句话后,立马明白了,随即提出高老归乡。 事实上,恐怕倒在姚启盛为康熙办事之初。 就想好了,台湾一收复就立刻归隐。 能有这样激流勇退的想法,也难怪姚启盛得到善终。 第二点好像说得更多了。 最后再来看看第三点。 正是由于有周培公这个例子,所以姚启盛才能得到善终。 周培公因为种种原因,最主要还是因为康熙不信任汉人。 以及周培公手中兵权太大,最终被康熙贬在冰天雪地的奉天。 但是康熙没有想到,周培公直到去世,都在为大清朝做贡献。 花费了十年时间,将最完整的清朝江玉图绘制出来。 这件事使得康熙心中有愧。 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周培公。 所以,康熙见到了周培公推荐的姚启盛。 肯定会想起自己对周培公的那一份愧疚。 所以最后,康熙并没有把姚启盛怎样,而是准许他告老归乡。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原因,才导致了周培公跟姚启盛的最终下场完全不一样。 事实上,只要是在君王身边谋事,最终得到善终的很少,往往是官职越大,越要小心谨慎。 半君如半虎是可谓最真实的比喻了。